有互相增场地的一些纠纷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官方没有做好照顾这些文化种子的任务 因此我会希望能够催生一个街头艺人保护法的概念 就是说至少我举其中一条就好了 如果这个场域被公告为街头艺人表演的场地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形同类似公告为古迹的概念 你应该竖一个牌子 然后这牌子上面要写 本场域或是本公园或是本律元道 为市定之街头艺人表演场地 除经过申请之大型活动外 应刚礼让时有街头艺人征召者优先实用 我想这个概念希望在这里也呼吁一下 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们能够重视到这一点 因为你看连中国大陆他都希望把这个重庆的这个火锅文化 申请为世界的这个无形移产 无形资产 那更何况街头艺人是一个人 他更是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种子 文化兼兵 这是概念 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要尽到保护的真正 而不应该只是只是文化局发发照 然后出去 好啦你们自己有冲突 你们自己去解决 官方不管 我觉得这是漠视街头艺人的权益的 好我想大概先讲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这里其实有一本我的著作叫街头艺人葵花宝典 里面有非常多我整个理论论述在里面 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我想介绍一首苏瑞的侍佛 不管你们是不是看过街头艺人 那你喜不喜欢他们的表演 凡是如果有机会经过街头艺人身边 也请各位不吝啬你们的掌声 给他们一点鼓励 当然呢 如果能够有一点实质的小费打赏的话 相信这些街头艺人们应该会更卖力的演出 那我们社会 我们的城市 一定就能够充满更优质的一个文化艺术的氛围 谢谢 师父 这次我将真的离开 师父 师父 这次我将不再多 师父 这次我将一句不回头 走向那条满满又不至今的路 师父 这次我一阵的离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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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阵的离开 營業了我 才說的每句話 竟然 生存著 可憐 謝謝 謝謝 謝謝